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NESA的这款工具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款工具 本节课我们来一起对这款工具进行一下安装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官方网站 我们选择download进行下载 那么我们本次视频使用它home版本进行一个演示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系统要求 下载它相对应的版本 因为我是使用凯蒂的作为演示的 所以我下载另一个版本 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 就不进行下载了 然后我们来呼吸一下它的注册码 那么在这里我们填入我们自己的邮箱以及名字 点注册之后我们会在邮箱中收入它的一个注册码 就是这样的 看一下下一步 下一步进行个安装 因为我已经把它的安装包已经上传到我的服务器里面了 我来研究一下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安装包 我们来建一个安装 dbkj 那么它已经安装完了 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服务 它这里已经给我们提示了 我们需要提供一下Netless的服务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它提供端口是8834端口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1.131 http 192.168.1.13183834端口 我选择continue 然后输入一个name admin admin 下一步 那么这里要求我们输入一个激活码 那么我们这里先不激活 因为这个服务器在国外 如果我们激活安装的话 会浪费很多时间 如果你安装失败的话 它需要重新再次安装 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么我们这里选择其他的方法 是用一个离线插件下载的方法 那么我们获取一个挑战码 来进行一个更新 那么这样我们的挑战码就生成好了 然后它其实我们需要到这个网站 来进行一个下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的网站已经打开了 那么我们现在这里调用它的挑战码 我们复制一下 这里输入我们的激活码 然后我们提交 那么这样我们就得到它的一个下载链接 我们来下载一下 那么我们下载完这个文件 还要下载一下它的文件 那么我们这两个文件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我刚刚把它传到我们服务器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两个文件 我们来激活一下 那么这个文件 那么它其实我们我们的注册已经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步 下一步是安装这个 我们来复制一下 那么我们来冲启一下NetX的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来发问一下 那么这样NetX正在进行一个初始化的服务 然后我们来稍等一下 那么这样我们的初始化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选择Continue 然后输入我们的账号密码 这里它要求我们重新再输入一遍 那么因为我们的一个计划码证使用一次 那么这里我注册两个 然后我输入第二个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稍等了一会儿 那么它已经安装完成了 我们来登录进去看一下 那么这样NetX我们就已经成功的安装了 那么我们本节课主要是来安装一下这款工具 我给大家留一个客户联系题 那大家利用客户时间下载并安装一下这款工具 那么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来使用一下这款工具 我感谢大家观看